股价腰斩 市值暴跌85% 中国火锅界的霸主海底捞 如今彻底卖不动了 就连曾经以以为傲的招牌服务 现在都供不起了 经济下行之下 人们普遍消费降级 高端餐饮 惨死一大片 彻底凉凉 作为国民火锅的海底捞 也未能幸免 彻底跌下了神坛 近年来 海底捞这家 曾以卓越的服务著称的火锅连锁品牌 似乎正渐渐失去它曾经的辉煌 顾客们纷纷表示 对其消费体验是越来越失望 比如酸梅脂收费 牛肉粒消失等事件 频频爆发 让海底捞陷入了服务降级的争议 从小料台牛肉粒的多少 到黑海会员的等级福利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消费者敏感的神经 众所周知 随着餐饮市场大环境的变化 降稳增效几乎成了行业玩家共同的经营取消 然而如何把钱省了的同时 还能维护好消费者碗里的锅气 这家川氏火锅第一股正走在新的钢丝上 在服务上 海底捞不断地在降级 以前免费的牛肉粒从料台变成手动字典 免费打印的照片也只剩一张 水果零食小玩具更是送得不大方了 以前免费做美甲也开始收费了 23岁的于华是海底捞的资深时刻 从学生时代一直吃到如今 以前都是满意而归 但现在他去海底捞的兴趣有点粘了 他说道 番茄汤上的牛肉粒 有的店还挺多 但有的店似乎就只剩下薄薄一层 以前以为每家店都是标准化的 杭州的李店是海底捞的黑海会员 作为公司老板 李店经常组织员工去海底捞团建 对各项价格和服务相对熟悉 最近一年他感觉海底捞有两处降级 还比较明显 一是牛羊肉单品价格没有跟着大环境变化降价 但菜量减少了 二是黑海会员以前有一项福利市 30元钱以内的菜会免费送一盘 但是现在则是送一盘鸭血或者一个果盘 感觉就值十来块钱 上海的孟倩常和各路闺蜜约饭海底捞 最近一次去吃是在数日前 在等位的过程中他做了美甲 以前都是免费 现在不仅不免费 做的细节也没有以前好了 38岁的王女士是海底捞的忠实用户 作为一个宝妈 她觉得这里最大的优势是儿童友好和便宜干净 今年暑假的一个月内 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吃了15次海底捞 她对服务降级的细节感知是 店里卫生间的牙线换成了牙签 漱口水换成了大瓶 然后就是自己常去的那家店的生意兴隆程度 以前排队要一两个小时 现在直接进去就能吃 哪怕是七夕节也都没那么忙 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海底捞服务降级的各路帖子还有很多 有的称酸梅汤兑了太多的水 有的顾客则感叹说 以前黄金时代大排队 现如今确实坐不满 店内灯也不全开 服务员少了一半 虽然在服务方面确实降级了 但在海底捞工作的人确实压力巨大 都觉得不好干 2023年秋天 小周开始在海底捞做小施工 起初觉得挺满意 因为时薪有22块 时间也自由 比熬奶茶挣得多 但在海底捞兼职的五个月里 她慢慢发掘这里的服务 让人压力不是一般的 首先在海底捞丛门迎到桌台 对顾客的服务是不能停的 客人入座后第一步 先放好杯块 提供饮料和水果 点菜先问好锅底和注意事项 同时上热毛巾和眼镜布等 有小孩要问玩具 有老人要问蒸蛋 有人过生日要问唱歌和宝宝面 接下来正常点菜 如果有番茄锅和猪肚鸡锅 要问是否喝汤 有无香菜 葱等忌口 打汤打磨之后 紧接着上菜摆盘 空盘要时刻盯着 中途加汤 加水加水果 尾声熄火 最后再准备牙签糖果小零食 每个服务员都像陀螺一样 围着顾客打转 身体就要足够能吃苦 因为被要求不能做 小周每次要占4-8小时 而正式工长期 站立的时间 甚至是10小时以上 其次 海底捞把客人当上帝的理念 很考验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 众生平等的口号 显然不适用于消费者和服务员 小周就自嘲说 把客户当上帝的同时 要把自己当奴隶 海底捞的降稳增效 本质是应对新局面的回调 然而在财务数据上 却揭示了不少问题 尽管其2023年的财报 告显示收入可惜 但是在进入2024年后 海底捞第一季度的净亏损 就高达450万美元 这无疑让人们 对其未来充满忧虑 不仅如此 海底捞的股价 也是一通暴跌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海底捞从20港元以上 一口气跌到12港元附近 短期内几乎腰斩 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折 因为就在1月至5月 海底捞股价几乎翻倍 大有一扫颓势之姿态 没想到 短短三个月之后 股价又被打回原形 形势逆转之快令人猝不及防 事实上 今年以来 已经传出不少高端餐饮 停业的消息 一些非常高大上的餐厅 比如米其林推出 穷鬼套餐 还一度上了热搜 米其林餐厅 奢侈品的象征 被捧上神坛 现在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要说最火的餐饮赛道 那必须是火锅 海底捞作为火锅界的一哥 过去几年 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涨价 从人均几十元 涨到了一百元以上 并一度突破一百零五元 一百一十元 在几年以前 海底捞也确实敢涨价 莫办法 人家太火了 每天每周翻台率 能达到五次 可谓人生鼎沸 甚至是越涨价越火爆 当时海底捞是有涨价资本的 这跟或许公司上市 获得资本助力有关 作为火锅界当之无愧的一哥 海底捞2018年9月 在港股上市 2019年开始 海底捞股价就不断上涨 从15港元左右 涨到2021年初的 将近85港元 来到历史最巅峰 2021年初 是个标志性的时间 贵州茅台 五粮业 海添味业 金龙鱼 中国中年等 众多食品类公司 都是在当时 创下最高股价 三年半时间过去了 这些公司茅台稍微坚停点 但美股也跌去了 高达1000元 其他公司跌得一塌糊涂 动辄跌去7% 80% 海底捞股价 从见顶到现在的12.2港元 跌了85%以上 如果按照2022年3月 最低的9.06港元来算 则是在股价见顶后 大约一年暴跌 近90% 这种毁天灭地般的跌幅 当时高价买入的投资者财富 几乎灰飞烟灭了 海底捞曾经在前几年大幅扩张 但后来又大幅收缩 公司也承认了大幅扩张的错误 今年以来 海底捞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推行特许加盟模式 有很多人把海底捞放开加盟解读为 向现成富豪下手 其实本质逻辑 无非是海底捞自身钱不好赚了 一个越来越赚钱的生意 资本方必然是想方设法 让自己独赚这份钱 排斥其他人上牌桌 而钱不好赚的时候 资本方就开始用卖品牌的方式搞钱 因此从海底捞放开加盟就不难看出 现在的海底捞是真的难了